Hello大家早上好 然后今天呢就是给大家录一个今天吃什么的视频 那作为一个非专业的专业小吃货呢 我对这种就是话题完全没有抵御能力的 就特别喜欢 然后觉得录这个也挺有趣的 所以呢今天就跟大家录一期啦 然后你们也记得在评论当中 告诉我你们喜不喜欢这类的视频啊 或者是也可以给我点个赞啊什么的 也可以跟我分享一下你们一天都吃什么哦 早上的话呢我就会从一杯就是温开水开始 然后的话呢就会喝一满杯 然后因为现在的话呢已经大概十点钟左右了 所以我就直接跳过早餐 然后去做一个brunch就是早午餐 不要吐槽我吃太多 因为我做的还有点多 早午餐的话呢我就采取这个中西结合的做法 然后呢我先做一个panini 就是帕尼尼先把这个鸡蛋呢先煎好 然后呢还会做一个豆腐脑 那现在我就先把鸡蛋煎好 然后呢撒一些盐和黑胡椒粒 然后呢放入那个火腿片也把它简单煎一下 那如果大家喜欢放比如说培根啊 或者是蘑菇啊也都是ok的 现在呢就是来准备牛油果的部分 今天是打算把牛果就是作为一个像底面的酱一样的 所以我会把它就是压好 然后呢把它就是压碎压成那种油油果泥的感觉 在这个过程中呢可以加一点柠檬汁 就是先把这个牛油果的泥呢就是平铺在这个饼上 当然也取决于你喜欢的量的多少 我是喜欢多一点所以我就会把它铺满 然后呢就是叠向这个煎好的鸡蛋啊火腿 还有呢我会放一片芝士 这样子的话呢会更香然后更好吃 感觉我在配音的时候都好想要流口水 然后我就用那个panini press去压它 那其实大家用烤箱或者是平底的煎锅都是可以的 那我先大概的把它压一下之后呢就让它自己去加热大概五分钟左右 那在这个时候的话呢我就去准备做豆腐腦了 嗯然后我们先把锅子烧热之后呢加入一些油 然后放一颗八角呢进去先把它炒香一下 接着呢就加入姜丝呢也是把它稍微炒一会儿 然后把它炒香之后呢就放入我们切好的香菇丝跟木耳丝也把它炒香就好了 然后呢就是把这些材料都炒好之后呢我们就加入水去把它煮开 然后呢加入这个两勺的生抽一勺的老抽 我这个口味呢相对来说淡一点 然后如果大家觉得不够的话呢也可以再自己呢加一些盐 最后的话呢我们就调一个芡汁 然后就是水淀粉呢就是把它慢慢的加进去 我是边倒入然后边搅拌的 这样子的话呢我也比较好去控制一个量跟它的粘稠度 然后呢就是它比较粘稠的时候呢大概就可以了 最后呢再加入蛋液 然后呢这个浇汁呢就算是完成啦 那么我们在另外一个锅当中呢就是仍然是把水烧开 然后呢把我们准备好的这个内脂豆腐 把它呢就是快速的过一下水就好了 那我是比较习惯于这个过水的做法 如果大家就是不想要过水的话也可以省略这个步骤 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的帕尼尼呢也是完成啦 是不是长得挺好看的 颜值有点高 哈哈哈 然后呢我们把它盛出来之后呢就去制作咖啡的步骤 那因为我对咖啡有一点执念 所以大家如果就是不喝咖啡 或者是不习惯这么复杂的话也可以跳过 然后的话呢就是把这个咖啡就制作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我牛奶其实打的还是有点不错 然后比较的就是细腻 但是我的拉花呢大家就随意看看就好了 早午餐就完成啦 是不是还挺丰盛的 好像吃的有点多 哈哈哈 下午呢就是嘴巴感觉有点寂寞 然后呢这是我之前做好的那个牛角包 可送然后还有一杯咖啡 这个牛角包呢就是做的有点小 但是还不错了还挺好吃的 那我这个是因为放过冰箱了 就是如果大家想看就是怎么做的话呢 也要记得给我留言哦 因为这个有点复杂 所以如果想要看的人不多的话 我们就不做了 然后呢水果的话呢再吃一个大芒果 这个下午茶就圆满啦 晚上呢就准备做咖喱啦 然后我现在先把一些配料 比如说胡萝卜 然后还有洋葱土豆青红椒以及西兰花呢 就是先把它们切好备用 然后呢我就把锅子烧热 然后呢我就把锅子烧热 然后倒入油 加入呢就是事先准备好的鸡肉丁 大家可以用一些其他的肉啊 或者是什么的来替代 或者你不吃肉也是ok 然后呢就是把它炒香之后呢 盛出来 接着呢就放入洋葱 然后呢炒一会儿把它炒香 然后加入胡萝卜土豆 把这些料都炒香之后呢就开始加水 其实呢水也不用加特别多 就是大概的没过这个食材就可以了 然后西兰花的话呢我就是煮了一些开水 然后把西兰花呢就是放进去烫一下就可以了 这个水里面呢记得要加一些盐哦 等水烧开了之后的话呢我们就加入这个咖喱块 像我们的话口味相对来说比较重 所以我就是把六块咖喱呢都加完 那大家呢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做了 现在呢咖喱已经呈现出这种比较粘稠的状态了 然后呢就可以了 我再把之前切好的这个青红椒呢放进去 就可以加上米饭出锅啦 这个饭摆成这样呢 纯粹是为了好看啊 其实我平常就直接盛上咖喱就吃了 那这一期的今天吃神码就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哦 那你们有任何的建议或者疑问啊 都可以在评论下方跟我说 那我们下期见啦 拜拜